我提供给您国际最新消息 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大陆政府将禁止中央官员 在工作当中使用iPhone 也不能呆到这个办公室 消息冲击股市 周四苹果股价下挫 两天下来市值蒸发了2000亿美元 但事实上 中国大陆先前已经限制部分官员 是不能使用iPhone手机 这一次严拟扩大禁令范围 彭博新闻报道指出 可能包含国营企业 而有分析师表示 虽然禁令只会让苹果 在中国大陆销售减少5% 但这项禁令也可能会让一般的消费者 选择改用中国大陆制造的产品 而消息导致周四苹果股价 一度下跌5.1% 收盘则是下跌29%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